嗨 大家好 我是妙姐 我又来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吃毛衣领口的一个小技巧 你看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吃的两个领口 蒸素都一样 然后馅也一样 蒸也一样 但是吃出来的效果呢 是截然不同的 我相信大家在吃毛衣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 显然绿色的比这个粉色的要好看多了 吃出来的效果 对吧 为什么呢 绿色的比较紧致 这个边缘 蒸目也是比较匀称的 然后我们在挑领的时候呢 也非常好挑 挑出来的领子更漂亮 而这一个呢 用普通方法吃出来的领子呢 你看 松松垮垮 然后非常肥大 然后吃出来的领子一定不会好看 它这个每一个转行的时候啊 它都有 它有一个骨包 有个截头 有个坎这样的 就非常丑 好 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技巧 这个按这个绿色的这个线织出来的这个方法来织 大家看我演示 好 现在我们从正面开始收针 我们挖的是右前片的领窝 平收六针 第一针不知挑过来 边针挑过来 收一针 两针 三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好 平收六针 重点来了 我们在正面呢 正面呢 这一针 六针平收完以后 下一针我们是不知的 滑过来 滑针滑过来 直下下针 正常吃 把它吃完 把这一排 好 老针 一针 五针 二针 一针 五针 四针 五针 一针 感谢观看 每道边针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线刻意的带紧一点 反面 感谢观看 还剩最后两针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了 刚才在正面滑针过来的 这个针 我们现在把它给挑直上 不是不直 是挑直到这个地方 再把它挑起来 挑起来 然后这一针再正常直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操作呢 是因为我们之前 如果按正常方法来直 这个领边就非常松垮 我们为了把线带紧一点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挑直以后 最后一针 还剩一针 我们是不直的 这一针编着我们不直 然后直接挑过来 挑过来以后 翻到正面 正面这一针不直 还是不直 挑过来 然后 第二针也不直 也是挑过来 挑到右边的 竹针上 然后现在 两针并一针 把第一针 压在第二针上 直接挑过来压住 平收六针 结束以后 这一针我们就要注意了 下面一针 我们是不直的 滑过来 直下下针 一针 在编成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现代景点 把面正常吃过去 好 好 好 知道这个了 还剩两针 我们要注意了 这一针滑针 在正面是滑针的这一针 我们不是不止 现在可以把它挑织起来 把它挑上 好 挑织了以后 放到左边那个签子 然后我们再把它针长织 一针 然后注意还剩一针 这一针是不止的 这一针边针我们滑过来 翻到正面 把线带紧 翻到正面以后 再把它 拨过来 这一针也拨过来 第二针也拨过来 然后 第一针压在第二针上 这就是拨收了一针 这样直接拨收掉一针 都不止把它压过来就行了 第一针压在第二针上 然后后面 正常收针 我们遵循五四三二一 收领的这个方法 现在是收五针 刚才收了一针 然后这是第二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两针 五针收完以后 针针又是一样的操作 不止滑过来 直下小针 好 把它收拾出外 好 把它收拾出外 好吃的快煸蒸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蒸料带紧一点 把馅 翻面 후遗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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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嘖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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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两针的时候再把这个滑针给挑支起来 把这个线直接挑起来 正常支一下 然后滑过来 翻面 现在我们这一面要集四针 再把这一针滑过来 这一针也滑过来 然后第一针压在第二针上 这个就是剥收了一针 四针再继三针 一 再收三针 八 三 四 收了四针 最终还回来 不止 只想象征 三针 三针 四针 四针 三针 四针 四针 五通 四针 四针 放面 吃过去 吃 调至 先从事 拖过来 好再翻面一样了